小朋友 哎呦 夜郎哥哥小朋友都知道 垃圾要丟垃圾桶 你真的要加加油了 對不對 接下來 又有第三個小幫手 舉手囉 老神千 我是夜郎哥哥手上的手錶 你們看我的身體 嗯 嗯 都髒兮兮的 還有跟你們說 夜郎哥哥 他還會去亂摘花 還有還有一次 他還偷偷躲在溜滑梯下面 想說 咦 等一下小豬就弄過來了 等他不通不通的跑過來 我就剩這麼長 長的腳 小豬就會半倒 快到那邊 他變成糗的樣子 好好笑喔 夜郎哥哥這樣做有叮咚嗎 沒有 是什麼 想出來了 你們會跟夜郎怎麼樣 吃過 吃不到去嗎 沒有 那你們會想跟夜郎哥做朋友嗎 沒有 好 真的要再加加油對不對 哇 老神仙聽完了這些話之後 他決定了 還要給夜郎哥哥一個 小小的處罰 讓他自己變得很厲害 可是這個小處罰 要按下一個很大的按鈕 但是老神仙他已經老了 所以他要請金玉姐姐 還有全部的小朋友跟他一起按按鈕 可以嗎 好 那你們的按鈕在你們的手上 這邊 好 等一下呢 金玉姐姐數到三 我們就一起 可以嗎 好 那我的大按鈕呢 在這裡唷 好 準備囉 一 二 啪啾 嗚 嗚 感冒了啦 再來一次 準備囉 一 二 三 嗚 好痛 我的腰 嗚 嗚 我吃下去了啦 有人可以幫我嗎 有沒有哪個大力士可以來幫幫我啊 嗯 嗯 姐姐好了 那你來幫幫我好不好 好 等一下要很大力的敲下去了 你們中午有沒有吃飯 有 好 不要忘記 你們手上也有按鈕 好不好 好準備囉 要很大力喔 準備囉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三 很棒 但還差一點